米蘭橋將靈府關押的6名強大犯人 透過通道帶回伯斯王國 雖然犯人們不曉得米蘭橋的目的 但只要能隨心所欲大搞破壞就值得啦 一行人隨著米蘭橋來到王公大殿 綁架了沒有抵抗的伯斯王 將他抓到地牢裡關押 此時兩名犯人起了衝突 分別是身穿金甲的摩洛王族金骨伯 以及名副劍王歐肯 不過米蘭橋對這一點興趣都沒有 但是剩下的人 卻迎接西林要送他上天堂 我是NG 今天要來說國王排名 留在大殿觀望的人對決的山賊首領佐克 背有可能能力 跟心狠手蠟是要全身發抖 歐肯隨便放個技能 就讓金骨伯無法動彈 在殘忍無情切了他的手腳筋脈 冷笑看他在斜坡中失去生命 那這個金骨伯其實也是個可憐人 之前出現過的野人國王就是他爸 原本野人國王是個好爸爸 某天去原因不明 犯火燒城堡 殺共所有人 怪掉他的老婆孩子 見他氣絕身亡的佐克 就將他的屍體 拋入城外樹林中 之前被救走 被密兹馬達照顧恢復傷勢的貝兵 剛好經過這裡 就讓小蛇們埋葬金骨伯 但誰也沒想到 金骨伯好像還有一口氣的樣子 而來到門外的米蘭橋 派出大量被操控的魔獸包圍西林 德魯西大吃一驚 因為米蘭橋 明明在之前的戰爭中去世了啊 怎麼會變成這副模樣 怎麼做的目的又是什麼 西林也懦有所思 好像聽過這名字 再拿見過這面鏡子 米蘭橋則說 他的最終目標 需要毁滅這個國家 隨後米蘭橋就派出魔獸 攻擊西林等人 幸好西林帶來的士兵們 都身經百戰 靠著合作無間 將魔獸一隻隻解決 不過犯人們一加入 戰局就瞬間改變 強拉戰力讓士兵們疲於應對 身形巨大的激剛 跟著直接把士兵們 壓到地上摩擦 米蘭橋也趁機讓魔獸們 全衝向西林 見情況危急 德魯西吹響口哨 讓馬兒帶著西林先逃再說 隨後他就被激剛的巨槌一半尻倒 更慘的是 歐肯竟跳出來一箭砍上西林 嚇得他六神無主 趕緊用魔法治療自己 他最強的士兵小安 都是及時趕來 用飛刀掛掉歐肯 沒想到歐肯竟然有不死身 毫法無傷地活過來 翻手一箭把小安戳成重傷 西林下一次 使出能混淆敵人的聖光術 就知道剛好是歐肯的死穴之類的吧 讓他混亂痛苦的啊啊叫 一路往城堡外走去 西林便趕緊合下 裝在铠甲內的大量魔力藥水 強行治療小安的嘗試 可米蘭喬也拍魔獸將他團團包圍 好險德魯西為了保護西林 靠著意志力又站起來 把魔獸一拳一個打飛高高 可裝全南低四獸 德魯西的傷勢越來越重 情況越來越危險 逐漸崩潰著西林 哭吼著希望博斯來救他 在牢裡的博斯聽到吶喊 所以就掙脫了繩索 招開鐵牢大門 但要踏出去的瞬間 他腦中浮現米蘭喬的身影 就又轉身回到牢房裡 跟德魯西感情很好的阿比斯 實在看不下去 不懂米蘭喬為何要這樣 米蘭喬說 是因為想幫助博斯王一臂之力 幫他實現夢想 為此要除掉可能會妨礙他夢想的家人 當年米蘭喬慫恿博斯王 再生一個孩子利用來獲得永生 博斯王回他 就像族女性 一輩子只能生一個孩子 就像神族般註定要滅亡 也不想這麼做 但米蘭喬不知怎麼辦到的 找到西林來當新王妃 不願背叛他的博斯王 只能無奈配合 總之米蘭喬跟西林 應該活不下去了 就在阿比斯王遞下去 而犯人們覺得米蘭喬的法術很酷 能用來賺大錢之類的 竟然偷襲打運阿比斯 強中米蘭喬不知去向何方 另一邊 知道發生動患的多瑪斯 趁機帶貨哭落 卻城堡底部要破壞通道 士兵們則趕到城鎮裡 通知居民快點去避難 可歐肯來得飛快 輕輕鬆鬆就制服士兵 讓眾人陷入恐懼之中 幸好名副騎士團終於趕到 波及更是無所畏懼 跳到歐肯面前阻擋他 騎士團隊長想起出門時 德斯帕提供了策略 一是在他抵達前 不要跟歐肯對決 二是對波及而言 歐肯如同天敵一樣 絕不能讓兩人交手 因此隊長就要波及 去城堡幫助西林 他則率領部下們對抗歐肯 保護周圍百姓 同一時間 等不到支援的西林 看著重傷的德魯西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從頭去想治療他 這時 為了報答西林 當年救命之恩的密茲瑪達 就從弟弟鑽出來 將魔獸解決 替西林爭取時間 在渴光所有藥水後 西林終於救回德魯西 密茲瑪達也跟幾樣小蛇 把傷害們帶走 並獨自對付攻上來的激剛 拖延時間 可中風陣力差距實在太大 密茲瑪達根本不是對手 被甩來甩去鮮血狂噴 幸好在千軍一髮之際 波及終於趕到 僅僅一招就打怕激剛 卡克也掏出一堆藥水 給西林補膜 成功保住密茲瑪達一命 從昏迷中醒來的激剛 又起身那幾巨槌要攻擊他們 不過波及比你想的還要強 他從德斯帕娜 還有學到一招絕技 弱點打擊 能完美命中物體的弱點粉碎對方 所以他一擊 就破壞掉激剛的巨槌 在黑暗一招戳爆激剛那裡 一秒把他打趴在地 見到波及有如此成長 讓西林感動到淚流滿面 終於明白自己 一直小喬波及了 接著 西林感謝卡克的幫忙 謝謝他一直陪伴波及 並在波及的亮球下 最好剛才那些被操控的魔獸 就現魔獸跟醒來的激剛 全被波及的強大吸引 自高奮勇要永遠追隨他 波及就決定 先把魔獸們送回名府去 另一邊 德斯帕終於趕到歐肯這 用特殊能力跟德斯帕娜分享戰況 再讓他用特殊能力釋放雷擊 一招電運歐肯 要是他晚了一步 對場等人都要死了吧 曾經的歐肯善良有理 因為波勞不死 才變成如今這副模樣 同時 德斯帕娜率兵得到名府 同向博斯國的通道 瞬間抵達博斯國 剛好遇到來著的多瑪斯跟霍庫洛 擔心士兵們亂搞的多瑪斯 就因勇上前阻擋他們 可他完全不是德斯帕的對手 凡被踢爆蛋蛋跪地痛哭 幸好這時 波及在激剛的協助下抵達 多瑪斯跟霍庫洛一看到他 眼淚就哗啦啦噴出來 波及則是害怕又被暗算 緊張到精神混亂 卡克就安慰他沒事的 不管發生什麼事 都會陪在他身邊 還幫他怒罵兩人臭不要臉 那多瑪斯其實根本就不想暗殺波及 不想傷害他 是為了國家 為了國王才這麼做 內心一直後悔不已 所以他為了贖罪 就打算自我了斷 可惜他練得太強了 從高處墜落也摔不死 這樣的話沒辦法了 就能在這死戰到底保護波及 證明自己了 激剛健壯 也跳出來跟騎士團們 呵呵哈哈 Bildra打起來 可波及不想無謂的流血 就呃呃的要大家挺手 瞧不起波及的德斯哈 就不甩他的用電擊弄魂激剛 一旁的多瑪斯 就跳出來擋在波及面前 問德斯哈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德斯哈便告訴眾人 來這裡是要解決策劃一切的主謀 米蘭橋 可多瑪斯 根本沒聽過這人是誰 但波及可是一清二楚 因為數年前他還小的時候 米蘭橋率領大批魔獸 跟不知哪邊的軍隊 對博斯國發動攻擊 母親就是為了保護他 被米蘭橋心狠手大殺害的 而米蘭橋也是在這一戰 遭到軍隊被判重劍受重傷 波及最後見到的畫面 是一隻紅色大腳 出現在米蘭橋前面 然後德斯哈又說 不知為何博斯王 非常真是米蘭橋 結果想解決米蘭橋 波斯王肯定會出手 自己才會親自來著 與必 德斯哈就要士兵們 把雞剛抓回去 那雞剛會成為犯人 是因為當年德斯哈 在跟父王爭奪民府霸權 雞剛是他故來的傭兵 而父王的故傭兵 剛好是雞剛的同族 這個種族 特別愛護小孩 德斯哈就讓其他傭兵們 虐待小孩 接引敵軍出沒 在一網打盡 原本是大獲全勝的 可雞剛無法接受孩子被虐待 既然叛變 對軍隊造成嚴重打擊 才會把他當成罪人關押 他能理解雞剛的憤怒 但這就是戰爭 要贏 只能用盡各種卑劣手段 隨後德斯哈放出電擊 想一招解決攻向他的雞剛 神奇的是 波爾吉的弱點打擊 竟然對電擊有效 一戳就把電打散 波爾吉透過卡克 告訴德斯哈 自己無意爭執 想和平解決 希望他不要抓走雞剛 德斯哈想了想 就用特殊技能 詢問德斯帕的意見 想了解後續應對 畢竟他的養精蓄銳對抗博斯 德斯哈回道 你不是波爾吉的對手 也贏不了博斯 因為博斯的力量 可謂舉世無雙 不明白為何沒有去爭 國王排名第一的寶座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波爾吉去對付博斯 正米蘭喬無防備時解決他 再取下邪惡魔神的手機 你先退回冥府去 剩下的交給我跟士兵們 德斯哈覺得可以 就決定先返回冥府 領走前唯一的要求 就是希望雞剛加入冥府騎士團 一切也要從當年的戰爭說起 德斯哈德斯帕歐肯三兄弟 為了反抗殘暴的父王才掀起反旗 歐肯因不死日生瘋狂前的心願 就是希望善良的雞剛 加入他創立了騎士團 所以德斯哈才會這麼說 不願雞剛被強行帶走的波吉 就舉間對向德斯哈 不希望波吉受傷了雞剛 就說沒事的 他自願跟德斯哈走 因此一行人道別一下後 德斯哈就帶著軍隊返回冥府 最後多瑪斯跟霍庫洛 向波吉下跪磕頭道歉 可波吉還無法原諒他們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有黑熟黑熟哭奔逃走 同一時間 歐肯進掙脫術服又沾了起來 血紅的雙眼下 代表著也有一場腥風邪雨 那之後波吉會如何拯救王國 米蘭查跟波斯王 又是想做什麼呢 就下次再說吧 唉 話說前兩天 阿菲不小心看到結局劇透了 心情有點差 有人可以親歐吃雞腿安慰歐嗎